好 齐柏林遭遇空难 那么他身边其实有一个 年仅25岁的助理叫做陈冠奇 他是就读东华大学 英语美语文学系毕业的 在大学时期就非常喜欢摄影 对社会议题也非常关注 而曾经教过他的老师 都对他印象很深刻 在陈冠奇失事前的一个小时 他还向家人分享花莲玉礼的空拍照 没想到张照片 竟然成为他的最后讯息 空拍照片记录他母亲的家乡 将花莲玉礼的美拍摄下来 但也是看见台湾团队 向外界发送的最后讯息 这是导演齐柏林的助理 陈冠奇向家人分享的空拍过程 想不到一小时后遇上劫难 突来的噩耗让陈冠奇的学姐 不敢相信在脸书上发文 谁来告诉我这不是他吧 还来不及再跟你吃饭 来不及听你分享令人兴奋的合作 你的笑脸就停在我的人生中 去年的夏天 很难接受 这是假的吧 看着摄影器材 仔细记录系上活动 这是陈冠奇2012年在大学就读时的模样 25岁东华英美语文学系毕业 担任过系学会长 在校相当活跃 热爱摄影喜欢用镜头说故事 参加教育部性评教育为电影 被选为优质作品 毕业后参与剧场工作 对社会议题相当关注 他在大一上我课的时候 我们在课堂上 就是在谈当代的一些社会议题 把当时很有争议的 国光石化的这个环保事件 然后来作为他口头报告的一个美容 那大一的同学能够有这样的表达 跟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让我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 能担任齐柏林的助手和他合作 陈冠奇曾开心向亲友分享 想不到一场空难 使得陈冠奇骤然雨落 也让亲友心碎